完整做這個縮胸手術 其實從C罩杯到H罩杯 I罩杯其實都有遇過 過大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容易引人側目 蠻容易造成心理上的負擔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的族群 他可能只有C罩杯或是D罩杯 那會造成他在生活運動上的不方便 他也是想要做這個縮胸手術 大家好 我是諾亞整形外科院長鴻明祥醫師 今天很榮幸受到美醫師的邀請 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縮胸手術的一個相關疫情 大家所知道的 在醫美界最盛行的就是 龍武手術可能油小變大 或者是油瓶變大 但是其實實際的生活中 還是有蠻多人 飽受胸部過大的困擾 或是胸部下垂的困擾 然後造成在胸下緣地方有濕疹 在肩带的地方有壓瘡 那甚至會彎腰駝背 腰鑽背痛 甚至時不時有一些胸部悶痛的感覺 這個都是因為胸部過大 股腺過多所造成的一個困擾 很多人會詢問到底多大 要做縮胸的手術 其實這個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縮胸手術主要還是看 每個人的一個生活的型態 或者是一個生活的狀況 然後還有沒有造成病症 有沒有造成困擾 所以其實我們在文診做這個縮胸手術 其實從C罩杯到H罩杯 I罩杯其實都有遇過 過大的情況之下 它其實很容易引人側默 蠻容易造成心理上的負擔跟不舒服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的主選 它可能只有C罩杯或是D罩杯 那會造成它在生活運動上的不方便 輕微的下垂 它也是想要做這個說 凶手術 因為它可以改善它這個下垂的狀況 讓它穿衣服 穿內衣更方便 也比較不會造成運動上的阻礙 或者是困擾 那一般我們常見的胸部下垂的分級 大概分成四級 正常的一個胸部 你的乳雲跟乳頭 應該要在胸下緣的上方 如果你有輕度的下垂 有時候是 你的乳雲乳頭已經到達到 胸下緣的上方 可能大概一公分左右 這個就是已經有輕度的下垂 那如果 乳雲跟乳頭的位置 其實在胸下緣的同樣的平行的位置 其實就算已經是周度的 但是其實我們門診 最常看到的族群 它的乳雲跟乳頭 因為胸部過大 整個會下垂的非常的嚴重 乳雲乳頭 都是在胸下緣的以下的位置 就是我們常見的 嚴重的下垂型的乳房 胸部過大 所謂的一個聚乳症 通常一定會合併 有胸部下垂的一個狀況 在你做這個縮胸手術前 其實你必須要了解 我們胸部的跟乳房的一個結果構造 其實胸部的構造是這樣 在皮膚的下面 它其實是會有脂肪 脂肪的下面才是有乳腺 每一個女生的胸部裡面 它都有一定的脂肪量 也有一定的乳腺量 如果它的胸部本身是非常堅挺的 這種胸型 其實它的乳腺就是非常稚密的 所以它的脂肪的相對的量會比較少 所以是屬於比較乳腺型的胸部 那另外一個族群呢 可能是身材比較豐育一點點 脂肪量就會比較多 五線也會夾雜的脂肪 最簡單的縮胸手術方式 就是屬於胸部的抽脂 胸部裡面雖然有脂肪 但是脂肪的量其實並不是那麼多 當我們做胸部抽脂 去做縮胸手術的時候 其實它能夠減少的罩杯 並不是那麼的大 通常可能大概半個罩杯 甚至一個罩杯 那最多最多可能不會超過兩個罩杯 當你做完抽脂的手術 皮膚有可能會鬆弛 所以其實在胸部下垂的程度 有可能變得比較嚴重 單純做抽脂的手術去做縮胸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改善胸部下垂的狀況的 第二個比較常見的方式 就是去做乳腺的切除 第一種就是乳運環狀的一個切口 就是沿著乳運周圍一圈的切口 這種我們比較常見就是所謂的 甜甜圈手術方式的切口 第二種方式就是垂直切口 除了乳運一圈以外 還有一條往下垂直的切口 就是所謂的棒棒棒式的切口 第三種是除了乳運的一圈 還有垂直一條 連著胸下垂的切口 這就是所謂的倒替型的切口 甜甜圈就是乳運環狀的切口 因為它切掉的皮膚比較少 所以其實它試用的範圍是比較少的 而且它能夠改善胸部的一個 下垂跟罩杯的幅度器是很小的 所以並不是一個主流手術方式 所以目前最常做的一個主流的縮胸手術方式 不外乎就是屬於 棒棒糖式垂直切口的方式 或者是倒替型的切口 這兩種方式是目前最主流的方式 至於做哪一種手術方式是最適合你 對你的效果能夠改善最好 那這部分我還是會建議 一定要到門診 讓醫師親自的評估 溝通你的需求 拿去選擇最適合的手術方式 如果我們是透過棒棒糖的方式 或者是倒替型的切口 它的手術的做法 會將你的皮膚切除 那乳腺的去重塑 那同時會做乳運的縮小 其實都可以同時達到胸部拉體 改善下垂 以及縮小乳運的一個結果 某一些人他在做完縮胸手術的時候 他的乳運跟乳頭 會有一個所謂的暫時性的一個感覺 是會有異常的 那通常其實在三個月 或者是半年之後會慢慢回復 但是其實如果說你的胸部是比較大 切除的乳腺是比較多 影響到神經的話 其實還是有些人在術後的 乳運跟乳頭的感覺 是沒辦法完全回復的 這點必須在手術前 去跟患者 去做一個良好的溝通跟說明 縮胸手術會不會影響 就是密乳的功能 這個部分也是要看你的 原本的胸部的大小 還有切除的一個 胸部乳腺的一個範圍 才能夠決定 那通常我們在手術前 跟客人做一個諮詢跟評估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 有50%大概一半的人 他的密乳的功能其實是 不會影響 錯話還是可以做哺乳 但是其實還是有大概50%的人 如果他的乳腺是切除過多的 是有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密乳功能的 一般我們在做任何的胸部手術 不管是縮胸手術 都會融入手術 為了避免在手術後 去做勞動的工作 或是劇烈的運動造成出血 所以一般我們建議 還是要在家休息一個禮拜 之後再上班 這樣會比較好 然後也可以達到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規復 最常見的手術的 刮刮垂直傷口 或者是倒梯型的一個切口 他的巴掩要怎麼照顧 在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之後 整個線拆除之後 我們就會建議以 北龍膠 西膠貼片 或者是獨巴凝膠 這三種方式去做疤痕的照顧 通常疤痕要淡 其實是需要蠻長的時間 通常可能要在半年一年之後 才會隨著時間慢慢的變淡 但是還是有些人疤痕 會蠻明顯的 所以疤痕最主要還是 要看病人每個人的體質 不一樣 當你要接受這個縮胸手術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這個在手術後 其實是有疤痕的存在的 為了要避免初血 我們都會建議在手術前後 至少兩週 要借一些活血的藥物 比如說一些 魚友人生這種活血的藥物 在做縮胸手術的時候 乳孕壞死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併發症 怎麼去避免呢 通常就是一定要戒嚴 所以手術前後 戒嚴一個月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樣才可以降低 或者是避免掉這種 乳孕壞死 或者是疤痕不好看的一個風險 對於縮胸手術 或者是胸部過大有困擾的人 在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 應該就會有非常清楚的一個了解 跟知識的吸收 ABCD EABCD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我們今天 每一支的影片 再麻煩大家幫我們按喜歡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